大家好 各位姊姊 欢迎订阅阿弥陀佛 眼前的风景就像梦一样 两个月前 玛娜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 从土耳其一路逃往德国 这边是我的房子 这边是我的房子 另一个家庭 这个房子 哇 它是美丽的 是这里的房子吗 我们可以这里 是的 这么大 漂亮 这是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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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是的 爸爸 是的 我就是我的妻子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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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许多了 肥子 是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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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子 肥子 肯子 35个大人 11个孩子 困在引擎坏掉的船上 四处漂流 直到获救 虽然老房子 只是政府临时安排的 难民公寓 虽然未来一切从头 但是此刻 莫娜满怀感激 我认为了一段时间 我认为了一段时间 你也想看到你的孩子 生长在这里 是因为它是安全 它是真的安全 我带我的孩子 到学校 没有任何事 你懂 陪着孩子平安长大 这是一名父亲 最普通的心愿 三岁的吉娜 每天最期待的事 就是到幼稚园 接哥哥放学 再过一年 她就能和哥哥 一起去上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说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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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你回到俄国吗? 没回到俄国 你回到俄国吗? 不是 我问他 他想要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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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朋友 來吧 什麼事 多少朋友 三個朋友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對 親朋友 親學校 兩個孩子即將要展開新的人生 他們會是新一代的俄國人